我是叶子元老师 欢迎大家观看由我录制的深入理解加化训练机这套视频教堂 那么我们本节呢继续来了解这个直接码指令啊 那么我们上一节呢已经了解了这个运算指令 我们就说在这个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代码中如果进行这个加减通俗运算等等一些基本的运算的时候 那么这个这个编译器呢就能够给我们编译成相应的这个 是解码指令啊 那么我们本节呢来看一个类型转换指令啊 这个类型转换指令可以将两种不同的数值类型进行相互转换 这些转换操作呢 一般用于这个有两种啊 常用的地方 第一种就是实现用户代码中显示类型转换操作 这是第一种它的第一个用处啊 第二个用处呢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一个 就是说这个呃就所谓的狼多肉少是吧 那个呃字节码指令只有256个 而如果说对于每种数据类型都指定一个字节码指令的话 那么字节码指令肯定是不够用的啊 我们当时也提到了就是通过一些类型转换指令啊来进行这个操作啊 那么这里呢就提到了就说以及用来处理直接把指令集中数据类型相关 指令无法于数据类型一一对应的这么一个问题啊 那么我们来看吧 呃说这个类型转换我们说一般是向上转型和向下转型 对不对呃专业点描述就是宽化类型处理和载化类型处理 呃什么叫宽化类型处理呢 呃非常好理解啊 呃 定义一个浪类型的A等于等于一个啊 先来先来先来一个键 载的 英特 I等于10 英特A等于I 那么我们 非常明显的能够知道这个在我们的这个 呃编写系统肯定是不报错的对不对 可以直接进行转化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处理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宽化类型处理啊 宽化类型什么叫宽化类型处理呢 就是说这个类型占四个字节 这个类型占八个字节 这个这个比较窄这个比较宽嘛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如果对于这个 我们有自己定义的一个u点类 呃 随便写一个方法吧 但是u点 呃 那么 我们拿一个object 来进行接受可不可以呢 不显然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所谓的宽化类型啊 那么所谓的窄化类型就是恰恰相反啊 把object类型 它是一个宽的转成u点类型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那么如果强制类型转换 那么我们说这 这个这个obj 这个obj显然是可以对他进行强制类型转换的是吧 obj 为什么能够向下转啊 这个其实面向对象里边的这个继承了一块的内容 对不对 那么因为这个obj它虽然是一个object类型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不是u点 而是一个这个 这个 这么写的话 让它指向这个 那么它还能转吗 我们不考虑它的真实意义 那么说人也是一个动物 用户也是一个动物 可不可以啊 那么咱不要考虑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别的类 咱就从这个代码的方面去看的话 它俩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 能转吗 肯定是不能转的 对不对 只有它本身才能够往它本身去转 所以在进行强制类型转换的过程中 也是有可能会出问题的 对吧 这里我们就不再具体的去说了 咱们能够 这个选择咱们本套教程的朋友 肯定是对这个加法基础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非常非常熟悉的 那么下边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类型转换的一个 关于这个代码上的展现啊 这我们上节的例子我们就删掉了 现在要干嘛呢 要进行这个类型转换了 非常简单是吧 首先是宽化类型处理 这里有两个印它 对吧 我们直接拿这个浪类型的去接收 这个显然是不需要处理的 不需要处理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 这个也是转了是吧 转了就是说就是直接就把印它类型 就是转成浪类型了 把印它转成浪类型了 我们这里给大家列出来了 这个是爱啊这个是爱 就是印它转成这些类型啊 那么同样的我们比如说换一种方式啊 印它 C 呃 这样 浪 C 等于 这个随便起了吧 等于10吧 然后 印它D 等于C 首先我这么写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能不能编译通过 首先说 所以这个编译通过了吧 不兼容的类型 从浪转成印它可能会有所损失是吧 所以我们的地方 如果要想转的话怎么办 必须要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在那边也是不就可以了 再来查看的话我们发现 这个指令就变成了浪图印它浪图印 这就是关于啊 类型转换的问题啊 呃 下面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再举一个例子 呃 我们之前可能会遇到 这么看啊 呃 我来 这个方法要 我们要来看效果啊 public static voidman 尺寸 args 在这里呢 我们就调用这个add方法就可以了 嗯 嗯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里边干一件什么事呢 我们把这些都去掉了 跟他每天也没关系了 呃 直接在这里边打印 首先是定一个浪类型的 啊 先定一个 应该类型的 hour 24 然后我们来 再定一个浪类型的 这个每天的毫秒值啊 m 就是啊 就是啊 hour吧 一天 24小时 一小时啊 60分钟 一分钟 60秒 一秒钟 一千毫秒 呃 这个毫秒啊 我们再来定一个微秒 呃 微秒呢 就是mc 是不是需要在它的基础上 再来乘以一千 对不对 那么我们最终 啊 答应 这个 微秒值除以毫秒值 呃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个值应该是多少呀 把印出来的值应该是多少 嗯 那么 看这个上面来讲的话 肯定是一千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执行一下 没有指定参数啊 这个无所谓了 静态的 好吧 好吧 然后呢 来执行塔 我发现他已经出来的结果是五 这个五显然是不符合我们预期的 嗯 呃 咱大家肯定知道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是吧 怎么回事啊 这个值 它越界了 那么可能有朋友会说这个浪类型存储这些值存不开吗 那么显然是存的开的对不对 它是一个INT类型的越界问题啊 那么 怎么回事呢 我们通过分析字节法指令就非常好说了啊 好说没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啊 它是怎么做的 首先把这个 R4 PUST到站内存里边去了 然后接着呢 放到这个 然后接着呢 就是啊 先放到这个球面亮表里边是吧 然后取出来 啊 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IPUS是 是是是这个指令是什么含义来的 我们来找一下啊 将一个长量加载到操作出站啊 就是说把R4加到操作出站里边去了 然后接着呢 是到是吧 是把它又扔到了这个 呃 球面亮表里边 然后接着又加载到站里边去了 然后接着又加了一个60 啊 现在就比较轻浮了是吧 嗯 我们不管 这个啊 就看这个 现在把它又放到这个操作出站 现在操作出站里边肯定是有两个了吧 一个是24 一个是60 接着执行了一个 这个 乘法运算 对不对 接着执行了乘法运算 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它执行的是 I 这个乘法 并不是浪的乘法 对不对 所以再往下看 他们执行的 说执行的是不是全是这个 I类型的 然后接着是干了一件非常 我们看起来非常明显的事 是把一个应他类型转换成了一个浪类型 执行完了之后 这些执行的过程中全是应他类型吧 执行完之后 而是把这些应他类型转成了浪类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就出问题了 就出问题了 其实 它并不是说我们在这地方定义了一个浪类型 那么在后边在执行运算的过程中 它就按浪类型去给我们运算 而是继续执行了I这个类型的这个相承 那么最后这个I肯定是越界了 所以就导致了最终我们所出现的这个问题 这个验证的过程也非常简单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转成二进制来进行这个越界之后 把这个越界的位给剃除掉 然后再进行运算 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就是5 那么如果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呢 就从这个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 虚拟机指令 这边就能够看到 它所这个执行的内部过程 也就能够了解我们这个 结果所导致溢出的这个原理 那么我们可能之前也了解 就是因为这个 内存溢出了 越界了 对不对 越界了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它这个底层的运行原理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之后呢 就比较明白了 这也是我们来学习 这个它底层 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好了 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 类型转换的指令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